像他剛才講那個 下一次憲法法庭 我不是要講給他上面15個人看的 我要講給外面的人看 上一次他講說 喔 那個 叫法官出來變的時候 我已經眼睛車很大 許忠麗很客氣講說沒這個事情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有被告跟原告 或者我們在法庭上的公訪兩邊 有一個裁判judge 在那邊判斷你們誰講的有沒有道理 你應該是要努力爭取 他認為你有道理 他直接說我不跟你對話 對啊 你用邏輯 用證據 用論理 甚至用眼淚 讓法官這個judge 偏向你那一邊 結果你說 我不跟我那個對照變了 我直接打法官 法官下來跟我打球 我用棒球為例子 我們去看棒球 有一個投手跟投打之間對決 對 然後投出去呢 刺壞球保送 對 後面我投球我直接叫說 裁判去投 不是 裁判來打 對 裁判你來打 你買 你覺得遊戲是這樣玩的嗎 對 然後現在更扯說 我不管怎麼投 觀眾當裁判 我不管你裁判怎麼辦 我跟觀眾對話 如果你出庭 你委任一個律師 跟你這樣講 你一定要趕快換律師 對啊 你問戲耶 他的對話對象 是外面的吃瓜群眾 對 不是那個法官本人耶 這些事情是裁判在那邊看 那認為這違憲的 他會有一道論理的依據 對 坦白講那一天 民進黨各級政府派出來律師 都有所本 對 根據判例 根據法律在講這個事情 連大法官在問的就是 585號 他的本質是什麼 你現在是要推翻挑戰 585號的本質嗎 都在講法律話 他在講差話 對 那我判斷 我覺得 搞不好那一憲法 正式的憲法法庭 黃國昌掐指一算 我們輸的 生病 不是他不會贏 他認為他不會贏 因為 你那個法的本身就違反了 既有的大法官釋憲 對 也違反了憲政的架構 他讀過法律 他應該知道那個不會贏 他搞不好那一天 真的就不進去 在外面開始 我跟他有兩招 一招是這個就是這個裝病 另外一招是冷去 然後後來撞起來 他想撞起來 一摔 搞什麼東西 你不要這樣 然後就轉掉 可能我覺得第二招可能是很大 我個人是很擔心 有天正好會倒在那裡 腦癒血 我跟你講這真的很有可能 因為華國昌每次心虛就大聲啊 匹配酒啊 他知道講不贏 然後當那個 尤柏祥 尤柏祥 又問他問題說 你不公正 對 你根本不公正 太離譜了 你這輸了 為什麼要在你們浪費時間 你們沒有名義 我不跟你們對話 他就走 椅子一甩 走到憲法法庭外面的廣場 開始開始直播 所以我跟你講 你最近很多跡象哦 他講他早就準備好了 對 你現在早就準備好了 那一天 那個準備程序的時候 你怎麼怪人家沒有給你時間 不給他時間 他要什麼三天準備不及 還有翁曉林說睡不好的啊 對 那現在 他已經在鋪陳了 我都準備好了 對 我不跟這個事物可能對話 我要向歷史負責 所以他有可能進到裡面去 挑一個大法官 哪一就要講過了 對 或者哪一個態度 他覺得不佳了 椅子一甩 翻桌 愛佩還要記著拿出去搞直播嘛 對 然後吃瓜群眾說 這是為了人民 對 為了正義 挑戰體制 沒錯 搞不好會這樣演 可是我們在講他 他可能要換一點劇本 呵呵 就我回到一個 憲法法庭是解決我們國家紛爭的 最後的體制 對 不管你喜不喜歡他 馬英九當總統 他任命大法官 陳水扁當總統 任命大法官 對 蔡英文當總統任命大法官 但過去 從來沒有人說 這個大法官是這個總統任命的 所以我就不承認他 對 那不他們任命 你要誰任命 那是寫在憲法裡面的 不是 好了 就算你不承認他 你好歹也針對他 對 你要判書來講 你要講個道理 現在講不贏人家道理 現在變成是翻桌兵得 對 我覺得8月6號憲法庭 大家仔細看 我們可以 開一個李政浩小賭盤 我們來賭盤 那一天 他會被呆在裡面 他會被呆在裡面 我覺得黃國昌會呆在裡面 但是他會抓狂 會翻桌 翻桌就要出去了 變東興烏鴉 不想彈就不要彈 然後就翻掉 我先這樣 我先猜看看 晚上10點到12點 鎖定3D 李政浩 新台派上線 幫忙 那些人 我來賭 我來賭